白色賓士車開進水南市場 車身卻往右偏移 撞上機車優先道上的機車跟行人 人受傷倒地 肇事車卻沒有停下來 反而揚長而去 包括開在後方的目擊駕駛跟現場民眾 趕緊打119和110通報 後車也將行車影像 提供給警方跟商者家屬來追查趙桃嫌犯 意外地點就在台中大棚路上的水南市場內 8月23號傍晚5點多 62歲夫人騎車到這裡買東西 卻被賓士車撞上 送醫檢查肋骨斷了三根 必須住院觀察治療 但事發後至今已經第四天了 賓士車駕駛趙桃還沒有到案 警方依車牌追人 發現車主是一名高雄的女子 袁警在從其他影像分析 開車的駕駛是難的 警方詢問車主把車借給了誰 他卻避重就輕 車禍發生時駕駛是否酒駕 獨駕或者是什麼原因 讓他急著離開現場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對象 積極鎮半鐘 TVBS新聞蘇泰銀紅採輪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